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Benefit的 擇度升級經典毛孔系列的產品 要跟大家一起來修飾毛孔 那為什麼要特別修飾毛孔呢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我現在面前有兩塊海綿蛋糕 那右手邊這塊它是氣孔很小很密的海綿蛋糕 左邊這塊則是氣孔很大 看起來凹凹凹凹的海綿蛋糕 請問這兩塊海綿蛋糕你同時抹上鮮奶油 哪一塊看起來會比較平整光滑跟漂亮 一定是右手邊這塊氣孔比較密 看起來比較平整海綿蛋糕嘛 那皮膚就跟海綿蛋糕是一樣的 如果你有些毛孔問題很粗大的毛孔 你不先進行一些毛孔打底的動作 就去上底妝的話 我相信你塗抹再多底妝 整個底妝質感看起來都會不夠平整跟不夠細緻啦 所以毛孔打底我覺得是還蠻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有些毛孔困擾 想讓底妝的質感更平滑平整的話 我覺得在妝前也可以搭配 使用一些毛孔打底的產品 好 那現在我們就回到素顏的狀態 然後慢慢的來使用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這些產品吧 好 那首先素顏的部分呢 我是混合性偏乾德基膚 在鼻子這一塊比較容易 除了跟長一些開放性的粉絲 所以鼻喉這邊就是很明顯有一些毛孔的凹凍感 那就是以鼻子為中心 旁邊菱形的這個地方 鼻翼兩側比較容易有一些毛孔的問題 所以這一塊就是我在上妝過後 比較容易產生一些底妝不夠服貼 跟一些凹凍感的區塊 好 那接著呢我們就來使用 烏忘孔明露做好妝前保濕的動作喔 好 那首先它使用的是這個烏忘孔明露 它的包裝很可愛 銀色的管子 然後配上綠色為主的插畫 那這一款呢 它主要是提供一些妝前保濕的動作 讓你們看一下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也是有點淡淡綠色透明狀的凝膠質地 然後推開來呢是非常清爽的感覺 有沒有 它推開來就沒有顏色 所以不要看到這個綠綠的覺得很奇怪 其實它推開來是沒有顏色 然後會帶給你的皮膚比較保濕的感覺 然後我現在呢 就針對眼睛上面比較乾的地方 來使用這個烏忘孔明露 而且它擦上去不會讓你的臉變得太油的感覺 它其實是帶給你的皮膚很清爽的水感 所以用起來不太會有負擔 因為左邊已經使用了烏忘孔明露了 你看那種很保濕的感覺 然後右邊呢 就是只有做好一些妝前保養的動作而已 所以如果你的腹塊比較乾燥 像接下來就是秋冬 也可以先使用這個烏忘孔明露 加強一下妝前保濕的打底 妝前保濕做好之後呢 這次就在進行毛孔打底的動作啦 那今天要使用的產品呢 就是嘶嘶稱奇毛孔引行露 以及嘶嘶稱奇激光毛孔引行露 這兩款都是Benefit 特別針對毛孔問題所推出的產品 那他們的包裝也是稍微有點不太一樣的 左邊這個綠色包裝呢 它是嘶嘶稱奇毛孔引行露 那右手邊粉紅色包裝 它是嘶嘶稱奇激光毛孔引行露 在使用妝效上面也是稍微有點不太一樣的 我先稍微緊一點在手上讓你們看質地好了 首先呢 我的左手使用的是 嘶嘶稱奇毛孔引行露 它的質地是膚色的質地 再來右手邊使用的是激光毛孔引行露 它的質地是粉紅色的 接著呢 利用你的指腹輕輕的把它們推開來 毛孔引行露啊 它雖然說是膚色的質地 可是你整個把它推開來之後 它是沒有顏色的 有沒有看到 然後整個膚礦紋理的效果 會變得比較霧化一點點 像這樣子推開來 不會有潤式或是改變膚色的感覺 那右手邊 手背上呢是激光毛孔引行露 淡粉色的質地 推開來之後呢 有一點淡淡的粉紅色珠光 所以它讓你的膚色看起來比較粉嫩一點點 讓你們看一下兩款使用起來的茶椅 左手邊使用的是毛孔引行露 它是膚色的質地 但是推開來之後呢 是不會有潤式膚色的效果 所以它整個呈現出來的效果 還是很自然膚色的感覺 然後呢 你觸碰這塊皮膚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 它變得非常平滑 就是摸起來很絲滑的那種效果 那右手呢使用的則是激光毛孔引行露 有沒有 就是有淡淡的粉紅色珠光 但是不會讓你的膚色變得太奇怪的感覺 會讓你的膚色看起來 稍微有一點粉粉亮亮的光澤 那摸起來的質感呢 也是非常非常絲滑的 那接下來呢 我就在我的左右臉兩邊毛孔比較粗大地方 使用不一樣的產品 首先左臉呢 我使用的是毛孔引行露 就是膚色質地的那一款 然後你看 順著你的毛孔這樣子推下來 然後再來針對鼻翼兩側 一樣是毛孔比較粗大的位置 我們來使用這個毛孔引行露進行修飾 那亮的部分我會建議少亮就好 不用塗抹太多 因為它的延展性還不錯 所以一點點的亮就可以修飾你的毛孔 好 好那左邊呢 是已經使用完毛孔引行露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鼻子跟鼻翼兩側這一塊 看起來的膚質就是比較霧 比較絲滑一點點 然後毛孔也不會那麼深的感覺 那凹凍感好像都被揉焦了 那右邊呢是使用之前 還是有一點毛孔的痕跡 像鼻頭這邊啊 都有一點毛孔那種深深的 黑色色的影子開在這個地方 還有鼻翼兩側這個地方 看起來也比較不平整一點點 像這樣子 這一塊的膚質很明顯變得平滑很多 有沒有 那右臉呢 我用激光毛孔引行露 來做毛孔修飾 一樣用少少的亮 然後順著你的毛孔 輕輕的把它推下來 做毛孔修飾的動作就好了 好那右臉呢 也使用完激光毛孔引行露了 有沒有看到 這一塊的皮膚也被霧化美肌了 整個膚質看起來比較平整 就沒有那種毛孔的凹凍感 那左邊呢 是使用綠色包裝的毛孔引行露 鼻子這一塊的膚質也變得比較平整 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兩款 帶給皮膚那種修飾毛孔的效果 都是差不多好 就是那種霧化美肌的感覺 與其說是填補毛孔 我覺得他們比較像是 讓你這一塊的膚質啊 看起來比較霧了一點點 就是透過霧化 去降低毛孔那種凹凍感 那再來這兩款的差異 就在於我覺得他們是帶給 皮膚那種光澤感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像左邊這個毛孔引行露 它是膚色的質地嘛 所以它推開來之後 是沒有太多明顯的光澤 就是比較自然的效果 那右邊呢 激光毛孔引行露 它的質地是稍微帶有點粉紅色的質地 這個 有沒有 所以它推開來之後 它會讓你的皮膚 稍微光澤感比較明顯一點點 其實差異性是不太大 所以就可以依照自己的使用習慣來挑選 那這兩款毛孔引行露 在用量以及使用的方法上面 要給大家一點少叮嚀 首先是用量 基本上它不用用太多 因為我剛才在接觸這個毛孔引行露的時候 不知道它的用量到底要用多少 是不是要跟妝前乳弄的一樣多 那反覆幾次調整之後才發現 如果用太多的話 我就會比較容易產生一些不平均 跟容易起泄的問題 那在起泄這個部分 也會牽扯到你使用的手法跟方向 因為如果你這樣隨便亂抹的話 我覺得它的質地就不會太過的平整 你一定要順著同一個方向 然後少量的這樣輕輕的 往同一個方向去帶 這樣子你修飾毛孔這一塊 看起來就會很薄透也很平整 所以在用量的部分 以及使用的手法都要多加注意 再來我要上底妝 那今天要用底妝 一樣是他們家的這個 柔膠防曬粉底液 我用的是二號這個顏色 它的品質還蠻可愛的 有一個笑臉 那因為今天主要是講毛孔打底 所以粉底的這個部分 我就不多加去贅述了 就趕快快速的上妝 然後讓你們看一下 先用毛孔打底之後 再來使用完粉底 它整個底妝的效果 好 接著就開始了 來使用底妝 先這樣子 先利用手指 大面積的把粉底給戴開 然後這個美妝蛋也是他們家的 盒子是長這個樣子 粉紅色的美妝蛋 那基本上啊 我會建議如果你有使用一些毛孔打底的產品 你在上底妝的時候 就盡量用拍的方式去上妝 不要再這樣子推 因為這樣推可能又會去改變 或是破壞掉你原本打底的那一層毛孔引擎露了 這就是輕輕的 把粉底給拍均勻就可以了 它的質地呢 是那種很清爽的水狀質地 所以它整個妝感我覺得是很薄透的 就不會有太過厚重的感覺 厚重的感覺 那相對呢 它的妝感也是比較清透自然的 不會很厚重 或是有面具感 然後你搭配海綿來上妝啊 它的妝感會更薄透 其實這一款就是質地使用起來 我覺得很舒服的粉底產品 然後它的光澤也是屬於比較烏光型的光澤 因為現在剛上妝 再加上有做一點妝前保濕 所以臉上這邊的光澤可能會稍微比較明顯一點點 但你稍微在靜置一段時間之後 它整個就會變得比較烏化的效果 然後整個妝感是很薄透的 像這樣子 遮瑕度也大概中下左右的遮瑕度 所以妝感還蠻自然的 最後要使用的是 折折撐起無油綠嫩膚蜜粉 完成妝前保濕毛孔打底跟粉底的動作 最後別忘了要定妝 那要使用的就是這個 無油綠嫩膚蜜粉 這個超好用 其實我之前就很想趕快跟你們分享 那我想要算一算 等到今天的影片再一起跟你們做介紹好了 那它的包裝很特別 可能會有人會想說 欸 蜜粉怎麼長這個樣子很奇怪 但其實它的包裝非常非常的便利 它是一個嫩黃色的包裝 那上面呢 一樣有benefit非常非常經典的女郎插度 那它要怎麼使用呢 注意看喔 首先把它倒過來 比較寬的這個地方 旋轉開之後 它就是一個容器一個蓋子 那蜜粉要從哪裡倒出來呢 就是從前面這個洞洞 你稍微 稍微旋轉一下 有沒有看到 就可以像這樣子 稍微的把蜜粉給倒出來了 倒在這個蓋子裡面 再來另外這一頭 把它旋轉開之後 就是一個小小的蜜粉刷 所以它結合了蜜粉刷具以及容器 這樣的設計 對於習慣使用蜜粉 來進行補妝和定妝人來講 是非常方便的 因為當你不用的時候 你就這樣把它蓋回去 你就可以收在你的包包裡面 然後也不用擔心粉撒出來 還是刷子不見得呢 所以我覺得在包裝上面 真的是要給它一個讚 好 那接下來呢是粉質 一直忘記跟你們講的粉質 它的粉非常非常的細 就是你塗抹之後 你不會感覺到 有很明顯的顆粒感 然後像這樣子 慢慢把它推開來 它雖然說粉體本身是膚色 但是我覺得它不會 讓你的妝感變得太過厚重的感覺 整個刷開來之後 是很透明感的 然後重點是 你使用滿這款蜜粉定妝的部位啊 它摸起來會更絲滑 就真的是那種很嫩的膚質 所以我覺得它帶給皮膚那種 讓你整個皮膚變得很平整 變得很絲滑 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 那最後我就用這個 無油綠嫩膚蜜粉來做定妝 我會習慣這樣子 在罐子裡面 蓋子裡面倒一點蜜粉 然後再利用它這個刷子 沾取一點蜜粉之後呢 先把多余的粉給刷掉 再來呢 針對局部 比較容易脫妝的地方做定妝 那因為我是紅的偏乾皮膚嘛 這一塊很容易冒汗 這一塊會出油 所以就是這一塊 會比較容易脫妝 它就是利用這個 無油綠嫩膚蜜粉 輕輕的掃過 來加強定妝的部分 然後眼皮的部分 也可以使用這個蜜粉來做定妝 因為等一下還會化眼妝嘛 所以如果你的眼皮 比較容易出油 或者是想要讓你的眼妝 不那麼容易暈染的話 也可以利用這個蜜粉 來做眼下 跟眼皮的定妝 它這個刷子的刷毛 我覺得是適中 不到非常柔軟 但也不至於砸皮膚啦 所以就是 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好來看一下使用前後的差異 左半邊臉 是使用了無油綠蜜粉 來做局部定妝 算是局部 但其實我也定了滿大一個局塊 就只有臉頰這一塊 跟額頭這一塊沒有定到而已 那首先定妝的部分 就是鼻子這一塊 有沒有 你看我定妝過後 這邊還是有點那種 底妝的光澤 不會讓整個皮膚變得很乾燥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眼周這一塊 因為要上妝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做一下眼周定妝 眼妝比較不會那麼容易暈開來 那眼下這邊啊 我想很多人應該跟我一樣 都是屬於比較乾燥 然後可能有一些小乾紋啊 小細紋 在做眼周定妝的時候 特別擔心會顯乾的感覺 那這款蜜粉 因為它的粉皮真的是很輕薄很細緻 所以 我剛剛還有加強眼周這一塊做定妝喔 現在不會覺得我眼周這一塊 好像已經產生卡粉還是什麼的感覺嗎 有沒有 它還是很自然的 然後不會有很乾燥的感覺 所以我就要用起來定妝的效果 真的是很薄透很自然 然後也不顯乾 然後整個帶給皮膚那種修飾的效果 也是那種微霧很自然的光澤 不會讓皮膚變得很乾燥 或是粉感變得很透重的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它定妝過後 整個膚質維持的 還是那種很自然的微霧光的效果 好 終於整個妝容都完成啦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連那個打亮很漂亮 等一下再跟你們分享 如果你們有一些毛孔困擾的話呢 我自己是覺得 先使用一些毛孔打底的產品 再化底妝 整個底妝的平滑感跟細緻度 還有服貼度 真的是會再加分啦 所以開成週年慶期間去Benefit的專櫃 靠櫃使用 看看我剛剛在講這個產品 然後最後 有看到我後面這個像蛋糕的這個盒子嗎 它是Benefit在週年慶期間推出的 折日升旗完美彩妝盒 裡面呢有哪些東西 有剛剛分享的這個綠色瓶子的 折日升旗毛孔隱形露 還有非常有名的 Hula麻吉朵蜜粉 以及打亮液 就是我臉上這個 很漂亮這個打亮液 就是用這個打亮液 弄出來的 很漂亮很閃對不對 然後最後還有一款睫毛膏 所以如果你們對於我剛剛分享這個 折日升旗毛孔隱形露 如果很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可以趁就是中年慶 去看看這個組合 說不定試看看裡面這個 Hula麻吉朵蜜粉還是打亮液 如果都很喜歡的話 我覺得這樣直接帶一個禮盒回家 其實真的還蠻划算的 而且很漂亮欸 這個如果我是被送禮的人 我收到這種禮盒會超級開心 因為真的跟一般的禮盒還蠻不一樣的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片格喜歡 那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在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請來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